这个单词呢是一个初一的同学 要老师给他拼读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到底如何读 来看音标啊 第一个这个呢超简单直接发 第二个呢 轻轻的发 正常是发这个 但是啊 如果这个遇到后面这个 的时候通常会 把它直接焯化成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你不能读p 你得读b 所以这里呢直接读上sb sb这叫左话啊 在发音当中 啊同学们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这个什么东西没有关系啊 你先跟老师把它读下去就可以了 好后面呢来这里呢发音读a a啊你看这个双元音 就跟那个字母a读音完全一样啊 对吧直接读a 然后呢我们现在一起来 用这个部分去拼读 这个部分就变成了sb a space 最后这个很简单嘛 发s 再来啊 sb a space 是不是超简单 以下评不去就可以了啊 来这是音标啊 很多同学觉得读不对 或者觉得自己读的和听的不一样 原因就在于这个地方 大家都说的在这个地方啊 来所以记住啊 这个地方一般读sb 好看到这个单词 看到对应的这些发音 是哪些字母 或者字母组合发出来的 来看到这里 sb啊 这两个的话呢 其实很常见的 腿门 如果你像到高联系的话呢 那像这样的一些字母 经常组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字母组合 看到它的时候呢 你基本上想都不用想都 直接读上sb 就可以了啊 sb sb ok 好 a呢 直接发a 没有变化 来我们重点看后面 c和e c这个字母 如果它出现在单词结尾的这个部分啊 通常来说会直接发s这个音啊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啊 然后呢通常我们会把这个部分当作是个组合 在结尾都经常发s 用到这个翻译单词很多啊 来 所以这么看来的话 你看这个单词是不是挺有规律的 是吧 从这里划分一下 从这里划分一下 sb a space 就出来了 好了 那么同学们 观像这种着化的规律啊 这种发音规律 还有这些字母的组合 还有音标等等 那在我们完整的翻译课当中的话呢 都有专门的总结 还有详细的这个练习 还有训练 好了 同学们这个单词你学会拼读了吗 学会同学记得打卡 学会两个字 如果你想从零开始 学习所有玩家的发音 那你可以学下 老师玩家的发音课四合一 好 我是Heddy 关注我轻松学英语